我有个网友拿了一只洗婴水 即是洗婴水,简单说 其实外面也有多的 我立刻做了一些市场搜索 其实都是卖几十元一支 这么大支那些 他那个HKTV Mall有卖的 是独立一次用一支的 HKTV Mall就卖300元 有10支 即是30元一支 我觉得也很贵的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把炮 我没用过不知道 你不会知道 当然了 有些女性经常发炎的下体 我可能会买这种产品 又或者活到路学到路 我就学会很多东西了 我也了解了女性的稀臭 那个种种成因 他很多是细菌念珠菌 是的,但是为什么会有细菌念珠菌? 就和搞事多玩无关的 无关的 真的 第一,很多时候那些底褲的物料 嗯 就是那些塑膠多 他的牌器不好 第二,你的身体机能虚弱 也都会衍生炼乳菌 是 真的 臭啊,白痴啊那些东西 真的不挥挥身边的异性 我说我真的乱来不挥 应该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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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正常来说 女儿的下面一定有微的 但是轻微的 就不会去到宫鼻那样微谱 宫鼻就太夸张了 会有分泌 譬如有一点点白色 或者有一点点黄 合地的 你说流浓那样掉到绿色的 流浓发炎 直接就有问题了 当然还有,譬如说 其实敏尿 尿就很难 你说抹尿抹得不干净 就很少的 很少的 问题是反而敏屎的方向 会有应该 我就不明白 应该一定是向后敏的 但是有些人是按钩钩的 不敏屎为什麽? 向前敏 那你的那些 敏屎也没吃掉 原来很多女孩是这样的 好,于是乎那些菌 那些屎里的菌 有抓的 非常多 就抓住 在你的陰道里 抓住你 于是你的脾水 冲去不走 OK 那你身体虚弱 就发炎了 所以为什麽日本 那些喷水马桶呢? 是好的 好的 其实从来我跟你说 这么多种清洁方法 其实用刺子 即是西方 或者我们现在流行的 其实是骯髒的 是 但是就方便一点 我们不懂的 就是现在我儿子就学会了 用水喷 他都说干净很多 是干净很多 一定想都想到 是吧 好了 所以 我也是合在这里 智敏呢 你身边人 或者你这个稀臭的话 OK 那明天上来 我里面有10支的一盒 用5支去洗一下 那你不会承认自己是骯髒的 不是这样我说的 没所谓 所以你经常发炎 不要紧的 就是你说我儿子很骯髒 或者我女儿的老婆 真的很骯髒 真的很骯髒的 你拿5支回去试一下 因为它卖得这么贵 其实是身体问题 很多是身体问题的 你这件事 就是不要尴尬 不尴尬 总而言之我只有10支 那你们我唯一的要求免费的 总之先到才行 你早上来就早拿 总之上来 你说我女儿朋友说是骯髒 不用这么说 你说拿护音 细音水 那我就拿5支回去 最重要是你给我一个报告 我看看他有多少力度 是的 那你不是很好笑 骯髒就要洗的 老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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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抽起来很冤枉 老实说 老实说 好了 不是 我都可能会买这些东西的 但是我还要看一个效果 因为呢 现在外面已经出到一些 但是我认为是假的 就是呢 有吹情作用 应该不会 有有 那是不是都这么说的 吹情作用 好了 为了说